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太空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导演扎姆斯·卡梅隆 早在1984年就拍摄了 影响一代人的科幻电影《终结者》 而他在1997年凭借电影《泰坦尼克号》 包括我想去拍科幻片 就是因为在1995年的时候 看到了《终结者2》 因为那部影片在我内心中 种下了一颗想去做科幻的种子 在我的眼里 卡梅隆导演似乎是无所不能的 直到今天这部《家片》上映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这位大导演 也有自己无法亲手实现的梦想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一位让扎姆斯·卡梅隆 魂牵梦绕了二十年的女子 她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上映于2019年的科幻电影 《阿丽塔 战斗天使》 我记得战争 当地震撞了 天空被烧毁 《阿丽塔 战斗天使》 谁我才是? 在时刻你会记得 《阿丽塔 战斗》 《阿丽塔 战斗》 全改变了 《阿丽塔 战斗》 你曾经找到余子? 《阿丽塔 战斗》 我找到你 《阿丽塔 战斗》 今天不是一场玩 是一场探战 我们在你的生命中的最大错 那是什么呢? 《阿丽塔 战斗》 今天的女主角阿丽塔吧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 是阿丽塔的漫画原型 是1991年开始 连载的日本漫画 《冲梦》中的形象 电影《阿丽塔 战斗天使》 不是要简单地把阿丽塔 从二维变成三维 而是要依靠动作捕捉技术 由真人的表演和后期制作 共同完成这个人物 同时她也成为了影史上 第一个用特效制作出来的 类人类角色 这里小约来插播补充一下 电影《阿丽塔 战斗天使》的特效制作 来自新西兰维塔数码工作室 阿凡达里的种种视觉奇观 《指环王》系列里 异常逼真的角色《咕噜》 《星球崛起》系列中 和真人无意的智慧灵长勒动物 通通都是他们的 《星球崛起》系列中 《巴黎王》成为人物 编刑作与派对香港 有一个问题 there never been the limitation on imagination in literary science fiction so, in a funny way it's actually harder to create shock and awe on the written page for years I didn't nothing fresh came along that I felt I hadn't seen ten other authors fingerprints on that idea and then I read the three body problem I'd never read anything now we pushed her eyes obviously because otherwise if my dear as CG why not just show the actors so the point is it was crafted 它就是装備個數學者 是 它是装備了 它是装備的 是装備的 但它就是装備的 目標 我們可以互相對 的這裏 你正确 神兵需要神兵的身体 2000年 当卡梅隆看到《臭梦》这部漫画的时候 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阿里塔这个人物 这个女孩让他想到了自己刚满六岁的女儿 所以他想给予这个角色最完美 最强大的一切 但受到当时技术的瓶颈 和电影《阿凡达》筹备工作的影响 他一直没能实现这个想法 直到十年后 他和导演罗德·李格兹的一次会面 让他决定把这个写了五年一百八十六页的剧本 交给了这位相识二十五年的好友 我开始为了一位显示师 Jim开始为了一位显示师 比较真实的 我的显示师是比较朽子 我喜欢这种恢复的感觉 我喜欢这种恢复的感觉 作业和角色 你眼睛也挺大的 其实他本身眼睛就非常大的 我觉得可能是导演 正在为淘汰真人演员做准备 你身边有一个国家 有一个科技的技术 有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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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有很多 《阿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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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看到过 《阿里达》 是世界上 我们并没有看到过 我并没有站在 在身上的邪魔 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何尝不是一场无尽的追逐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电影 阿丽塔 战斗天使 看灵魂在机械躯壳中 如何寻找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